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你看川普到底后面会说什么话谁都不知道 不过他现在焦点好像放在伊朗 我看了一下新闻他焦点又放在伊朗身上 说要制裁伊朗 之前才说跟伊朗和解了 现在又准备制裁他 所以川普讲的话真的是不可信 至少在表面上 至于他本身的一个用意何在 那这个地方他自己才最了解 好我想因为贸易战的部分 在目前的位置当中 在美国股市当中已经慢慢的在淡化掉 因为美股在昨天晚上是开低走高的 是拉尾盘的 所以相对来讲 贸易战的影响慢慢在淡化 那你可以看哦 你可以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中国股市 中国大陆的股市 我们发现到陆股的部分 基本上也是大涨 这个地方大涨了1.8个百分点 将近两个百分点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陆股他不是美中贸易大战的 主要的受害者吗 但是当陆股打回到低点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打回到2700点左右 那就开始做了一个大反弹 那也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趁川普普把焦点放在伊朗身上 那陆股要形成大反弹 之前川普在推特上说 说什么 说这个因为贸易战 所以把陆股打趴了2700点 真的啦 那真的 对但是呢 目前陆股在反弹 好 先不管陆股的反弹 跟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的开低走高 但台股今天却是在平盘下游走 而且是收低的 我们几乎收到了最低点 那就是最低点 说到最低点 那收在10983 11000点又跌破了 有没有关系 11000点要嘛就站上去 要嘛就跌破 这个进去出出来来回回 有很大的关系吗 如果真的不会上去的话 11000点根本就碰不到 甚至呢直接就掉下来 所以11000点之前人家讲的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 那目前来看的话 好像投资人在心理上面 仍然有一万一千点的一个疑虑 但是现阶段来看 我觉得啦 因为加减指数为什么会走弱 因为电子全资股 三大天王都走弱 三大天王 大力光 跌了2.24个百分点 跌掉了115块 然后呢 台积电 对台积电 然后染毒的台积电 那即使这个高层出来说明 也没有用 今天跌掉4块钱 台积电跌个4块钱 就接近40点 对 然后呢 2317的红海 本来都红通通 最后一盘被打回来 最后一盘被打回到平盘下 而且量大 对 应该有人在调 可惜了要命 最近的平盖股 真的是涨不太上去 我突然发现到一个关键 就等于说 这很特例啦 因为以往的平盖股 本来在做的时候 都很顺畅 所谓顺畅就是 你5月份下去买 然后低点下去买 然后8 9月份 到高点站在卖方 现在已经8月份了 我还没有看到 平盖股的大幅度的一个拉伸 会不会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一个原因之一 第二个部分就是 他们的位阶都很低啊 你今天不是说 你像红海 它的低点在80块左右 那今天的一个股价 也只有在80几 今天最高才85 根本都没涨啊 以前的红海 去年的红海 现在已经冲到120了 现在已经冲到120 今年红海都不会动啊 所以我想平盖股的部分 可能在短期间很难再动 因为资金一直不进来 那资金不进来的原因 就太简单了 因为没有人 就是外资的部分 因为贸易战的部分 就连续四个月汇出 这个汇出的金额还蛮大的 90亿美元 好 连续这四个月 汇出了90亿美元 所以他们当初买了 很多很多的苹概股 那就是业绩股啦 那所以呢 他们就站在卖房 所以我想这主要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市场派 不太愿意在苹概股上面琢磨 所以变成苹果派 真的很难玩 即使你买对了都很难玩 好 你看那个4958的真顶 那昨天拉出一根长红棒 今天就直接开盘 在平盘下 好 虽然尾盘有点拉伸 对 尾盘有点拉伸 就跌五毛而已 但是就很难玩 你不觉得吗 赚你个三五块钱 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想目前的平概股 大概的状况是这样 因为今天转强的部分 不是在真顶 而是在加联益 好 6153的加联益 大涨了六个百分点 那加联益 为什么会大涨六个百分点 原来他从76块3修正 回来回到50块以下 所以基本上就是跌深了 好 那然后再来就是 就是我们该谈到的 你进入旺季之后 他会有一些拉伸的效应 好 不管如何 现阶段的平概股 大概的走法 很难有波段 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后面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可能不往平概股走 因为很难有波段 那很难有波段的原因 就是买盘不进来 好 买盘不进来 好 那要往哪里走 好 我待会儿来跟你来谈 你知不知道今天涨幅最大的 电子股在哪里 被动元件 是 对吧 被动元件 昨天是生计强 对 今天被动元件强 生计就稍微走弱 就弱 就弱 那资金不够 资金不够 因为市场的资金 连1200亿都不到 你就知道那资金真的不够 好 今天被动元件很强 2492 我的华欣科在今天拉到涨停板 老师你还有多于我零成本 我也跟你谈过 88块买然后变成零成本 目前华欣科涨到 今天涨停板来到320块半 那为什么华欣科会拉涨停板 你再看国具 国具也很厉害 前两天还打到683 当时我跟你谈到 本益比8.6倍 我说我去挂那个8倍的本益比 买不到 买不到 差一点 对啊 那今天来到789 100块了 两天而已 好 当然它的绝对值大了 但是你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点 被动元件为什么可以做止跌的动作 这是我跟各位谈过的 基优股的修正叫什么 本益比的修正 所以我可以判断 它打到合理的本益比区间之后 就不会大跌 对吧 当时国具打到720块以下 我告诉你 它本益比已经跌落9倍以下 那被动元件的合理本益比区间 在8到10倍左右 好 8到10倍 今年的国具预估赚80块 可能更高哦 如果以华星科兼公布的财报来看 有可能国具会更高 那假设我以 我现在知道 它80块的一个结构来看的话 那你打到了720块 是不是本益比在9倍 你打到683块 是不是本益比剩下8.6倍 那你认为它还会崩盘吗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 谈到的一些观念中 我觉得做股票一定要有观念啦 而不是跌下去的时候 什么融资追缴令 万件齐发 什么劳退基金 什么政府基金在卖股票 然后投信呢 这个在减码 你看到的都是已经在发生的东西 但长线的买盘 不就是等你拉回来之后进去买吗 对吧 很多人做股票是可以追到1310块 那时候非常乐观上看1600 然后呢跌下来之后下看600块 这种操作方式到最后一定会被市场淘汰 如果你没有办法了解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你就会被市场淘汰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问 杨老师那个华兴克股价杀回来 你为什么还不卖 我说不会一路跌下去啊 先记得一件事情 我是零成本啊 你要先记得一件事情 我跟你不一样 你买在400块的跟我不一样 完全不同 对 我说而没有息息 并没有不涨价 然后股价是之前为什么会修正回来 是因为他之前超涨 超涨之后是不是要修正回来 要修正回来 假设他的获利又开始提升呢 如果他的获利又开始提升呢 我再讲一次 如果他的财报表现优于一期 市场的法人开始评估 他的获利又开始提升呢 那很可能后面股价就涨回去了嘛 对吧 听众没 你一定要了解到这个观念啊 换句话说 华兴克在公布他7月一收 创历史新高 然后呢 7月单月 就那个月就赚了5.65元 一个月赚5.65元 你会不会算 哇你现在开始脑补啦 前年度未来12个月会赚到60块 哇 那本一笔剩下多少 对 当然不会这样啦 我先讲这样不会 但是你会去脑补嘛 所以我原先告诉你说 今年华兴克会赚30块 很多人都说 老师有可能吗 因为上半年华兴克只赚11块 很多人说 老师有可能吗 你现在看看 有没有可能超过我30块的预估 对啊 对吧 一个月就赚5块6耶 老师有原事 对 看比较圆 对 我有老花言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就等于说 当然我不太希望被动元件再来一段 但是如果被动元件的财报表现都很好 那市场铁的评价又开始提升的话 那被动元件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稍微往上走一点 跌升反弹吧 是有可能的嘛 当它跌升强劲反弹之后 这个盘面的架构 是不是投机力又回来了 好 这就是我要跟各位谈的观念 就等于说 其实股价最终将反映回它的EPS 这是我一直跟各位谈的 股价最终将反映回它的EPS 所以有一些个股在超涨的时候 像之前我们在谈那个3708的上尾头 股价最高192块 对 它EPS根本都没有 那你要怎么样去评估它 我不是说它就不能买 可是你追到192的时候 你的想法如何 难道就是市场告诉你说 要涨到300块吗 因为那时候18019 我就听到有人跟我讲 上尾头要涨到300 那我只反问一件事情 凭什么 利基点是什么 凭什么嘛 你股价要涨上去 你一定要有个理由啊 你凭什么嘛 所以我想现在的状况 当然我不是去讲 别人的股票好或不好 我只告诉你 整个操作的观念 应该这样走 所以同样的逻辑啊 同样的逻辑在目前的位置当中来看 那被动元件 如果第二季财报表现不错 第三季 假设 好 应该确定了 7月份 而没有息息 还是涨价的 不是吗 对吧 那第三季会不会更好 嗯 好 好 好 你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了 好 该谈到平概股真的很难玩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财报好的 对 可能我就转个方向 转个方向 所以当然被动元件 你不能永远 不能用追的方式去做 懂 因为它的上档套劳卖压太大 嗯 上档套劳卖压太大 就算你财报再好 可能短期间还会震荡 就比较不会 来回坐 好 那尽量去买低点 好 不会做就跟着我来做 好 我会带各位来 再重新再做一次 因为他们股价已经修正回来 我觉得OK了 好 那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莫斯菲 今天大概是被动元件 涨上来之后 整个 整个涨价族群都在动 第二个不就是莫斯菲吗 对吧 莫斯菲 但是你给我追看看 你给我追看看 节力最高冲到160块半 收盘是152 有些个股 它基本上 它当然是投信在买 这个法人在布局 但是你要了解到 它的竞争程度 我应该这么说了 我把被动元件拉回来 再讲一遍 被动元件后面能买的 大概我们希望能够买 就能够去做布局 做操作的 还是回到MioCC身上 我再讲一次 被动元件 如果说像国具 像华星科这样涨法 那被动元件的二线都会上来 二线的不要碰 可以吗 我再讲一次 二线的不要碰 这一次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之前因为一线在涨 二线可以补涨上去 我为什么说二线不要碰 因为二线会面临一个状况 这个状况叫竞争力 你的竞争力没有那么强 我只要中国大陆产能开出来 你基本上你的报价就上不去 那为什么MioCC可以 因为中国大陆的部分 它在MioCC的一个制程上面 不够精进 他们是中低阶 台厂是中高阶 所以它是有技术门槛 日常单队厉害 它是高阶 那高阶的部分 它转到了车用 除非它回头 今天如果是日常回头做中 这个所谓中阶的部分的话 那我可能连华星客都卖掉了 我可能连华星客都卖掉了 所以我们的关注点在日常 有没有回头 假设日常都没有回头 没有回头要去做这一块 那也就代表着台厂的竞争力还在 所以MioCC它的竞争力 优于晶片电阻 晶片电阻的竞争力 优于铝职电容 那不要跟我谈陶瓷机板 那个没有什么竞争力 虽然它涨价的话 涨价有涨价的题材 我再讲一次 真正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次产业叫做MioCC 再来才是晶片电阻 再来才是铝职电容 那至于铝职电容 我的建议是不要碰 不要碰 那陶瓷机板更不用谈 连谈都不用谈 所以我想能够做的部分 大概在MioCC为主 然后晶片电子为辅 晶片电阻为辅 好不好 这个大概的状况 所以我想同样的回过头来 当涨价的题材上来之后 是不是原先的 这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投机力 就会重新回归 有可能 有可能 只是说这个投机力 会有多强劲 我们到时候再来观察 那第三个主题是谁 细晶元嘛 我这边讲的细晶元 是半导体细晶元 并不是太阳能细晶元 一定要搞清楚 有些人连半导体细晶元 跟太阳能细晶元 都搞不太清楚 那纯度上面来讲 半导体细晶元 是11个9 就是99.999999 就11个9 那太阳能细晶元 是6个9就行了 就是99点后面 9999 就6个9 加起来有6个9就可以 所以纯度来讲 每进一个9 它的进数层次是越高的 不是你说要扩产就扩产 那目前谁的技术层次最高 还是日本 好 日本的一个这个技术层次最高 可能很多人会拿那个SENCO的骨架 或SENCO的这个本益笔来谈 谈台湾的细晶元 我可不可以告诉你 SENCO日本胜高 它不是专做细晶元 它不是专做半导体细晶元 它有一部分是太阳能细晶元 也就是它的一个状况 有点类似我们的5483中美晶 它不是纯粹的半导体细晶元 我现在谈到的台胜科或环球晶 甚至包含了合金 都是半导体细晶元 好 所以SENCO的本益比 本来就不会太高 那我们要看什么 要看盈益率 盈益率部分来讲的话 SENCO的盈益率大概是16%左右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市创 这第四大 全球第四大是市创 那第一大叫信悦 第二大叫盛高 第三大是环球晶 第四大叫德国市创电子 德国市创电子的盈益率很高 所以最近 那个德国市创的股价在往上跑 那它的一个这个盈益率呢 高达26% 还是输给我们的环球晶 盈益率是28% 你知道盈益率最高的是谁 台胜科 它的盈益率高达 我们用第一季来看的话 它的盈益率高达34% 好台胜科 那为什么台胜科的盈益率会比较高 那很显然嘛 很显然它在所谓的这个 这个市场上面的竞争力是比较强嘛 所以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如果12寸的一个产品报价上扬的话 谁收费最大 一定台胜科 可是老师他不是要伸让六千张吗 对吧 而且听起来以后还有机会再伸让 我告诉各位 他们大股东要伸让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只知道 我买的这档个股 它的未来是如何 我只评估这个东西 所以我昨天讲得很清楚 大股东的伸让有三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财务规划 第二个目的是抗坏后市 现在很显然不是抗坏后市 因为环球金来到500块以上 很显然不是抗坏后市 所以第一个的部分 是不是财务规划我不知道 或者第三个叫流动性 它流动性太小 那我们把它流动性增加 好那我可不可以告诉各位 我昨天看了一下收盘的 这个券商的进出 我发现台胜科昨天的大股东没有卖 没有卖 那今天再看一下好不好 今天台胜科涨了5块钱 来到138块 我来看看你大股东有没有卖 假设今天又没卖 明天又没卖 会不会伸而不让 你回头想一件事情 就是大股东的伸让 他的目的 他当然对股价来讲 短期是利空 但是他可被申报 但不见得要转让 这个地方我不知道 即使他转让 以现在的股价的强度来讲 我觉得消化的可能性 消化比较快的可能性会增加 好不管如何 现阶段来看细晶元 我们还在等一个东西 叫12寸的细晶元的 一个报价上扬 但是12寸的细晶元 报价上扬 不是我能够掌控的 他必须要看什么 看中国的晶元厂 有没有产能开出来 那要怎么抓呢 对吧 听了没有 这才是关键嘛 那要怎么看呢 很简单 因为中国大陆的新的晶元厂 这个完工之后 假设要投产 在投产之前 他要不要试产 就是我试着生产 等我粮率够了之后 我再正式的一个投产 要嘛 我讲的是晶元厂 晶元厂 细晶元是晶元厂的原料 所以相对来讲 当我的晶元厂的一个 这个完工之后 我会先做市场的动作 那要看谁呢 去看一档个股 叫8028的生产办 不是看他的股价 不是要你去看他的股价的走势 你去看生产办的营收 有没有上来 因为他是做再生晶元的 结果生产办的 7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好 你就知道最近 为什么细晶元在涨了 那当然我们还不确定 实际当中状况还不确定 如果生产办的营收 不断不断在创高 就代表中国大陆的晶元厂 慢慢就要开始准备投产 当他正式开始投产 对细晶元的一个需求 就会上来 对细晶元的一个需求 上来之后 产品的报价就会往上涨 当产品的报价往上涨之后 股价的涨幅就会比较可观 目前细晶元 我仍然是来回做的概念 好 所以但是呢 你已经发现到 其实买在对的产业 剩下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你去买太阳能呢 6244茂迪 不是曾经有一度很强 今天重挫4.2个百分点 再创新低 为什么 因为第二季 他每股亏损3.85元 而且动作在时值 所以我要跟各位谈 就是买在对的产业 才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跟上我的脚步 LINE A 欢迎各位加入 好 谢谢老师今天的解析 接下来这些呢 老师谈到的类股 还有个股 应该如何掌握 其实老师都有一些暗示 听不清楚的话 欢迎再持续锁定 或者是来电咨询 时间关系 就感谢轮运头顾 杨天迪杨老师的分享了 谢谢你 谢谢喜珍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如果个股有问题 欢迎来电咨询或讨论 另外老师的免费 优质LINE 欢迎直接免费搜寻加入 小老鼠FU8899 小老鼠FU8899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股票致富 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听朋友持续锁定的是 投资理财王第二个单元 股市战将 邀请到就是市场当中的资深分析师 华星投顾 林和彦总顾问 何彦老师你好 嗨 齐真好 大家好 是林和彦 我们台股今天是下跌了40点 收在10983点 而且今天成交量又持续的小小 只有1188亿 但是老师今天OTC指数是上涨的 对不对 好 今天盘面上 不知道有哪一些的重点观察 在操作部分有什么 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吗 第三个 再赶快追问 老师的昨天那个父亲节的礼物 今天还可以送给大家吗 请教老师 好的 昨天送给大家父亲节的礼物 很多人打来索取 电话很多 我相信应该有人一直打打不通 后来就放弃没有打 那没关系 你昨天没有索取到的 我们今天再开放一天 等一下广告时间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免费索取 这是一开始先跟大家报告的 好的 好 今天台北股市跌40点 40点其实不多啦 可是今天亚洲股市都涨哦 对 很奇怪哦 你看昨天亚洲股市大跌 台北股市反而是涨了 昨天大陆跌2% 2%很多耶 2%如果台北股市的话 就要跌到200多点了耶 昨天大陆跌2% 台北股市反而逆势涨11点 那今天亚洲股市都涨了 反而我们是下跌的 我们台湾就是天生反股 跟他走颠倒了 跟他走颠倒了 那昨天台北股市里面 台子期最多涨69点 收盘的时候剩下小涨15点 那今天台子期也跟着 加全指数一样一起蹲下来 外资昨天在台子期 净多单部分 少了1373口 那当然目前总数还有 56455口 我相信你今天的行情 外资台子期的多单 应该还是继续撤退的 我在上个礼拜五的 Light at文章里面 我已经有特别提醒到 我说这个礼拜 要特别提防外资台子期 拉高出货 因为外资手中台子期太多了 这一次7月份 外资净多单从27000多口 一路增加到57000多口 那增加三万多口 外资逢高一定会调节的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里面 跟Light at文章里面 我已经有特别提醒你了 果然外资的做法跟我预告的 那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有时候你要说 多算胜少算不胜 你要多去预估未来的走势 去评估未来的一个可能的变化 你知道办法做出正确的决定 你不能一直只看眼前而已 好 昨天我跟大家讲过 中国主动挑战美国贸易战 这个挑战的结果 大陆股市自己昨天还跌了2%多 那大陆昨天破底之后 今天踩个低点反弹上来 你知道大陆昨天破底跌2% 深圳A股今年度从2056 跌到1512 光是今年高点下来 深圳就跌掉26.5% 26.5%如果换算成台北股市的话 要拌要3千点 2千940点 我们现在从高点 我们高点这一次在 11261嘛 也不过才差200多点 还不到300点 大陆已经跌了快3000点了 所以还是要谨慎为好 昨天还好美国不为所动 虽然大陆主动在挑衅美国 可是美国还好不为所动 道琼从跌81点 收盘涨39点 39点不多啦 可是最起码 美国没有因为被挑衅而蹲下去 这个对于今天亚洲股市 就有稳定的效果 昨天NASDAQ涨0.6% 费城半号体涨0.5% 这个就涨得比较多一点 今天亚洲股市都涨 只有台北股市 今天是小跌40点的 那大陆股市因为跌太多了 所以今天反弹幅度也来得比较大 台北股市这两天比较可惜的地方在哪里 量太少 你看昨天也是1100亿 今天还是1100亿 那1100亿这个相当于已经 多头有点快要熄火 这个现象大家要注意 那煤量代表市场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的 为什么大家会观望 指数在高档 观望气氛这是可以想象的 另外一个财报在发布 财报在发布 有的好有的坏 有的涨有的跌 而且目前发布的还不多 只有一百零几家而已 昨天是102家 那这两天 昨天大概下午又大概发布了10家左右 还是太少了 1660家 目前才发布了110家 所以还有1500多家没发布 在没发布之前 大家就可能比较谨慎一点 这造成这两天 整个量能突然急速萎缩的一个原因 那最近的行情 其实都是个股的行情 我相信不用我多说 你们应该都看到了 这个情况就跟我在7月12号 25天反转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预告过 记不记得 在7月12号之后 我说下跌到第25天了 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循环 而且我特别提醒大家 在这一个新的循环里面 基数没重要 都会在做台子旗 不则完全都是看个股 你不要因为指数涨 随便买就会赚 没那么简单 超级财报行情 完全看个股的表现 你看我讲完之后 这段期间加群指数从 10523 最高来到11100点 起500几点 可是涨500多点 也不是所有股票都涨 光是台积电就占掉了300点了 所以台积电占了 大概60%去了 还有很多股票 其实这段期间 不然没起 还继续下跌的 很多 比如说我们放空的股票 我们放空的股票 这边全部都拔掉了 甚至这两天全部又破底 你看比如说6240松钢 又跌停 第五期 6240松钢财报还没发布 已经第五根跌停板了 我们64块钱空的 才一个礼拜时间而已 两三五天跌停板 今天春37.3 今天剩下37.3 几%我已经懒得算了 一个跌停板就是10% 五个跌停板多少% 你们自己知道 3508位数也是 位数我们是70块钱空的 包含上个礼拜三 我们强棒初级 推荐的也是位数 当时位数我们推荐是60 61 都可以空 你看今天位数剩53.9 今天又落5% 今天位数又跌5% 你看上个礼拜 你强棒初级60空的 也12% 上礼拜三到现在 还不到一个礼拜时间 位数12% 那我们70块钱空下来的 哇 23% 位数财报也还没发布 你看跌得这么凶 所以正如我跟大家所讲的 现阶段指数不重要 重点都在个股心胸 那加零 4976加零 今天又破底 我们今天又加空加零 我们今天又加码空 我们上礼拜三是60块钱空的 今天破新低 来到54.3 我们今天又加码空 你看从60空下来 今天54.3破新低 也10% 一个星期而已 不到 因为上礼拜三 今天是礼拜二 还不到一个礼拜时间 10%也不错 对 我相信我们听众都知道 我们加股票 听众都知道 只是你有没有根而已 对不对 好会赚 今天也破新低 我们8就8块空 今天破新低到72 88空 今天72 16块 也快20%了 包含阳明光 今天也跌了3块钱 宣德今天也破新低 我们空的股票 都是业绩很烂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业绩烂的个股 人为因素炒高 只要主力一刨掉 那个股票最好坑 我最喜欢空中股票 7月份跌多的个股 其实被动元件也跌很深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注意到 国据 你看国据 光是7月份而已 从1310 跌到683 48% 一国家而已 国据跌到48% 华兴科 光是7月份而已 491跌到278 44% 只有一个股票而已 其力薪从205 跌到113 45% 跌幅都差不多 但今天被动元件 比较强 因为营收发布 财报发布 今天出现止跌回升 这个回升速度也是很快 你看今天国据 一下子拉到 涨8.8% 华兴科 直接拉到涨停板 可是前面真的是跌好重 所以就跟大家讲过 我专门只做两个极端 我没去扛被动元件 上礼拜就有人问 林老师 你们为什么不空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跌那么多 我就跟大家讲过 我只空业绩烂的 做人要有原则 做人如果没原则的话 就会乱来啊 对 那社会就会乱掉 也不好 做股票也要有原则 所以我们的原则 我相信你们知道 我只买底部GEO股 跟高档的GX股 底部GEO股 它跌很深 所以没什么危险性 安全又可以大赚 那要放空 高档 没有基本面 涨太高的 这两个极端下去做 我相信是最安全的方法 又能够赚钱 你认同林老师 这种方法的 我们到底哪有钱 那昨天我送给大家 父亲节的礼物 那三档都是底部GEO股 那三档 去年获利也创历史新高 所以是做多的 今年获利也创历史新高 而且股价都经过腰斩之后 所以你如果想要做多 这个地方当然可以 可是悬股很重要 你不要欲白买 不要看到大涨就跳进去 最近很多涨一天两天都下来了 你如果真的要买 父亲节礼物 这三档架票 都是获利创新高 股价经过腰斩之后 在底部的 昨天来不及索取的 或者没有打量进来索取的 我们今天再开放一天 希望这份贺礼 能够帮天下的父亲 在父亲节前后 再赚一笔红包 大家进来 好的 所以这三档股票的资料 现阶段还来得及 欢迎听众朋友把握 听众朋友 今天老师送给大家的 这一份礼物 就是三档财报黑马股 当做父亲节的礼物 欢迎听众朋友 现阶段就可以赶紧 打电话进来索取 你就会马上知道 0223923988 0223923988 听说其中一档 已经开始动了 另外两档还有机会 欢迎听众朋友 把握老师送给大家的 父亲节三档财报黑马股 0223923988 0223923988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显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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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